那第一個是有關於最新的一批莫德納的疫苗 那我們有跟各縣市說明 將會在6月30的晚上進行配送 那也就是說隔天的7月1號的上午 會陸續的抵達各縣市 那抵達之後就開始做開打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特別跟各縣市說明 因為你現有 不管是各縣市現在AZ莫德納都還有疫苗 那接種的對象只是持續或扩持續之後再擴大 那所以7月1號抵達之後就接續 他們做好準備就可以 7月1號抵達之後就可以開始來做接種注射的作業 第二個是community的疫苗開品後有一定的保存時間 那若有預約對象報到即可開品 那對於這個最後一瓶 然後每一天的最後一瓶的這個殘劑的劑量的處理 那我們今天有跟各縣市來做說明 第一個是請接種單位先公告這個疫苗接種的作業 及開放後補名單的登記 那後補的名單可以建立幾個 第一個是先針對上位開放的類別的接種對象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的接種對象 就是其他符合接種的部分 那不在這個後續有類別的部分 那都可以 那也就是說我們對於這個殘劑的部分 最後一瓶 每一天的這個最後一瓶 我們是有同意開放可以這樣的一個使用 但是這個殘劑開放 對於非線型開放類別的部分 那請這個接種的人員在這個同意書上 那要註記說剩餘劑量的使用者 那註冊完畢之後 還是要將接種的資料上傳全國性 預防接種資訊系統 也就是NICE系統 那另外針對疫苗的部分 第三個 第三點的部分 是對於國內供應各廠牌的 community的疫苗 的這個 最後一瓶 最後一劑 最後一劑 那如果不足 每一瓶的最後就不足的時候 我們目前還是建議不可以跟其他的品 來混合或抽取來使用 所以這一點還是有在跟大家再做一次說明 好 那有關於 已經接種第一劑的 那對於第二劑的部分 我們再次跟縣市政府來做說明 那目前我們已經開放是有關於A例的部分 那滿10到12週的可以接種第二劑 無論你之前是自費或工會 那都可以接種第二劑 那我看起來最近醫療院所 因為之前都是依照在施打第一劑的時候 都會幫這個接種的這個人員 預先預約好第八週 那之前因為指揮中心 暫時還沒有開放施打第二劑的時候 有一些醫療院所都會通知當事人 取消預約 那我看最近指揮中心開放之後 有很多醫療院所就已經主動幫 原來預約的這個接種的對象 改為第十週來做預約 所以這個也一定在跟大家說明 那另外從7月1號開始 那除了A例的第二劑以外 那我們也開放這個莫德納的第二劑 也可以做接種 這個是從7月1號開始 那幾個這個第一劑接種第二劑 因為有一些比如說像之前 有一些是自備 有一些是這個第一類到第三類的同住者 之前有開放 那他也施打了第一劑 那無論如何這些都是在 第十到第十二週的時候來做接種 那另外有另外一類的人員 是從國外接種過第一劑 那需要在國內銜接第二劑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是依照目前 開放的這個接種對象的類別 那我們也可以協助接種第二劑 所以這個部分也一併做說明